盛大的珠海航展已经开幕,歼20作为本次出场的明星嘉宾,受到各方的追捧与质疑,作为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出席了本次航展,有外媒提出质疑,表示相较于国外顶级的四代隐身战机F-22,F-35,苏-57,歼20的性能怎么样? 他直言表示,一看便知,确实,战机的性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飞行,甚至刺刀剑红的面对面战斗才能分出高下,本次航展中,歼20展示了低空,高难度的飞行表演,显示了其优异的飞行性能,不过本次航展,不仅有歼20与运20的精彩表演,同时八一,红鹰这两只具备不同特色的飞行表演队展示蓝天, 只可惜今年俄罗斯的飞行表演队不能参加,否则将是一场精彩分成的飞行盛宴,歼20战机于2017年正式进入空军作战序列,实现了中国四代隐身战机从研发到实战的完美跨越,也让中国空军以下迈进世界先进行列, 此次航展上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坚实力极其配套的矢量发动机,上演了一出精彩绝伦的超机动飞行,并表演俄式战机独有的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再现了经典飞行动作,也预示着中国航空发动研制已经取得重大突破, 另外,此次珠海航展国内外参展商共计770家,室内静态展出面积更是超过10万平方米,室外展览更是高达40万平方米,来自各国的飞机数量超过100家, 其实珠海航展到今年已经举办了12届,是中国对外展示国内科技研发成果的一个绝佳平台,更逐步成为世界各国亲爱的航展, 值得注意的是,珠海航展自1996年举行首届航展,相较于国外的四大传统航展来说,面临极大的挑战, 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成长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名片,来源, 迷彩虎,观察者网,空军世界加特林,浩瀚防务,珠海航展正式开幕后,这一次,珠海航展一开场就有重量级节目, 使用发动机版肩负10B的飞行表演,果然,就算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和女艳飞行表演队都没有来, 咱们照样能把珠海航展安排得妥妥当当,早在本届珠海航展还没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推测此次肩负10B会表演眼镜蛇机动等高难度动作,果不其然, 看看,这一串的眼镜蛇机动,做的是行云流水,并且咱们还是用单发的肩负10B圆形机做出来的, 这可让同为单发的五代战机F35情合一堪,所以说,不管是技术也好装备也好, 对咱们解放军来说都不是问题,咱们的目标就是白菜化,之前咱们也分析过, 肩负10B能做出这样的眼镜蛇机动,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靠着这台矢量发动机, 于是乎,大家都瞪着肩负10B的尾喷口猛拍,但是吧,老是盯着肩负10B的漂亮小菊花, 似乎总是不太过瘾,没关系,此次航展都为大家考虑到了, 肩10这次展示矢量推力发动机,同时还大大方方地公开了相关展品与视频。 如果说坚10战斗机配备这一轴对称矢量推力发动机, 在2018株海航展首次曝光亮相,就引发了军迷极大的关注, 那么中国矢量推力发动机展品与视频的曝光,则给军迷带来极大惊喜。 在小编看来,这对中国未来战斗机发展工作而言有极大的标志性意义。 这意味着该技术已经在中国走入成熟的应用时代, 可令歼20等新一代战斗机获得更加出色的飞行性能, 也令规划中的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可以通过矢量推力技术加上其他手段, 实现取消垂直尾翼等未来战斗机关键性的隐身、 减阻、减重设计。 即便在坚持等现有战斗机上, 矢量推力技术可能令这些并不太多考虑隐身需求的老一代战斗机, 能够更少地使用可能增大雷达散射结面积的各种空气操纵面低操作, 甚至取消一些操纵面,节省成本和改善隐身能力。 对于坚持等追求机动能力的战斗机而言, 矢量推力发动机技术带来的直接控制力,意义非比寻常。 这令战斗机获得了额外的推力可控,角度可控的控制力, 是空气操纵面无法实现的先进操纵手段。 坚持使用的矢量推力发动机,以及航展中出现的展品视频, 是轴对称设计的矢量推力发动机。 它的喷管有转向调节作动桶, 喉道面积调节作动桶,调节环支撑机构, 喷管控制阀,耐热密封片等组成可以控制偏软的喷口系统, 整体偏软,实现喷气方向偏软的操作。 视频展示了这一发动机在喷气方向偏软状态下, 能以不同的推力状态工作,上图推力小,下图推力大, 看完之后又大家没有后悔自己没趣呢? 这还没完。 上面咱们说的肩负10B的使用推力发动机和眼镜蛇机动固然算是开场大戏, 但是肩负20表示,我的风头怎么能够让你们想过去? 这一次航展的开幕仪式上,肩负20也闪亮登场。 肩负20汉地拔葱,直插云霄。 并且相比上届航展上肩20单机独秀的惊鸿一瞥, 这次肩负20表演时间更长,表演的动作也更复杂, 还做出了大角度高速爬升向观众们, 展示了空军未来战斗机优越的机动性。 谁说没有枪头就捅不死人。 谁说没有好发动机就造不出好飞机。 成飞的肩负20向大家诠释了一个简单粗暴的道理, 发动机不够,气动外形来凑。 当然了,要说遗憾,也是有了, 那就是这一次的矢量推力发动机, 仅仅只是装在了肩负10B身上, 想要看矢量版本的肩负20, 大家还得凭想象,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是肩负10B而不是肩负20上推力矢量发动机呢? 须知道目前已经服役的五代机当中, 只有肩负20还没有装备推力矢量发动机, 这让很多的国内军迷感到无比的焦虑, 担心肩负20在机动性方面与国外的机型差距太大,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事实并非像这些军迷朋友想着那样, 在小编看来, 肩负20暂时不装备推力矢量发动机也是有道理的, 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肩负20的底子BF22, 和苏负57要好, 它是五代机当中唯一采用压式布局的机型, 压式布局属于静步稳定的飞机, 天生在机动性和敏捷性上面具备极大的优势, 同时还有一定的增生作用, 采用这种布局的战机声足比要超过常规布局, 再加上肩负20那月显其长的机体, 在气动布局上要胜过对手一筹, 看看在其在2016珠海航展上的短短2分钟表演就明白了, 当时那看似平淡无奇的动作实际上却蕴含着无形的威慑力, 美国老看了一眼之后就不敢再瞎逼逼了, 这两年关于肩负20的负面评价也基本销声匿迹就在于此, 另外一点就是如今的肩负20虽然已经批量生产并装备部队, 不过其原配发动机涡扇-15的研制进程却跟不上进度, 至今还没装机是非, 现在装备肩负20的是经过改进增推的涡扇-10比, 黑胎行,其无论推重比还是最大推力都达不到涡扇-15的水平, 这样的动力系统本身对肩负20的性能发挥就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再加上那一对矢量喷管,空气重量起码得增加300至400千克, 再加上矢量喷管本身对发动机推力有一定的影响, 一般将损失5%至8%左右的推力, 那至少也要1-5至2吨的推力, 让本已经不充裕的动力显得更加的捉襟见肘, 所以呀,我们就没有急于在肩负20上装备这项技术, 但是程飞也没闲着,上面咱们也说了,发动机不够,气动外形来凑。 于是乎,大家也看到了,咱们的肩负20在机动性上并不输F22多少, 如果有了更加先进的发动机,肩负20将会更加惊艳。 不过啊,优良的气动外形也不能包打天下, 发动机还是重中之重, 在发动机的技术上, 我们距离世界一流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继续努力吧。 在珠海国际航展的开幕式上, 国产肩负10B推力矢量验证机进行了十多分钟的超机动空中特技飞行表演,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单发矢量战斗机的公开飞行表演, 这一次是属于中国的,酷炫, 惊世骇俗,违反物理定律,震撼了整个现场, 就是随后的歼20隐身战斗机的精彩表演, 都不能压住肩负10B的耀眼锋芒, 11月6号这一天,是属于肩负10B的, 肩负10B推力矢量验证机的整号表演的超级机动动作, 非常具有观赏性和刺激性, 以三个非常经典的超机动飞行动作, 体现了波上10B推力矢量发动机的澎湃动力和完美操控, 首先是大家十分熟悉的眼镜蛇机动, 然后是比较罕见的J, 转弯,也叫赫博斯特避登, 停飞180度回转, 大角速度偏航机动, 就像是赛车的飘移, 最后是落叶飘动作, 这个曾经是俄罗斯苏富35战机的拿手好戏, 很多人以为只有俄国飞行员才能飞出来, 目前, 全世界能够研制标准意义的矢量发动机, 只有美国、俄罗斯、 中国和英国这四个国家, 俄罗斯采用的是全项矢量喷管, 也就是喷管能够向各个方向偏转, 产品包括AL31FP, 117S, 30系列等, 美国采用的是二元矢量喷管, 只能上下偏转, 代表作是装在F22A上的F119、PW100发动机, 每、俄都是以双发战斗机来进行测试, 并且服役的装有矢量发动机的也是双发战机, 装备单发型矢量发动机的战斗机。